《老子上二柱》 是一部对老子道德经的驻译本 被视为早期道教重要的经典 东汉时候 道教教团就是以这一部经来传播 不过这一部经 没有收录入正统道状之中 更加人间消失了千多年 到底这一部经是怎样的? 今集我们就跟大家讲讲 这一部《老子上二柱》 节目开始之前 邀请大家分享赞好我们的影片 还要多点留言给我们 让我们知道你们对什么话题有兴趣 当然还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个小铃铛 现在《道通天地》已开启了超级感谢功能 当然大家仍然可以以不同方式 支持我们的营运开支 大家一同共宏大道 东汉信帝时 将道陵祖天师在四川创立了正一盟威道 信奉道为最高信仰 道是宇宙的本源 道的思想发源于老子 而正一盟可以说是道教第一个有规模的教团 一个教团要有系统地传播 其中一样不少得的就是相关的经书 老子上二柱就是其中一部 正一盟早期最重要的经典之一 它更加是早期道教信徒必读的经书 正一盟最开初就以老子五千文 也就是我们现时所认识的道德经 作为主要经典 后来正一盟设有祭祖这种职位 负责管理教区内的宗教事务 而老子上二柱就是正一盟的祭祖 向教徒宣讲道德经的祝语本 至于老子上二柱的作者是哪一个呢 一直以来都有不同的说法 而其中一个说法就是 正一盟始创人张道陵祖天师 老子的五千言很早就成为了道家哲学的经典 而这一部上二柱就以注解道德经的方式 建构了道教的宗教神学理论 现在去到书店 不难发现有很多著名的学者 都对道德经进行过很多学术上的注释 不过相信当年张道陵祖天师 并不是要作出注解 而是要借着这一部上二柱去教化人文 这一个注本的对象 是当时一众普通的教文 所以用的字都是显浅易明 例如解释到我们现时道德经第九章 功成、名税、身退、天之道的时候 张道陵祖天师就用了春秋时期的范例作为解释 的确一个家传户晓的故事一定会使人更容易明白 但最重要的 这个注本不是只要人明白老子五千年的意思 而是借此去向信徒训华 发布道德界明 《想二柱》里经常提到道界 在三十多章里 提到报道界、奉道界、首道界的 就已经有超过二十章 由此可以看到这部《想二柱》 讲的已经不是单纯的哲学思想 而是讲到怎样去修身奉道 戒是一些戒律 说了给信徒知道有什么可以做 有什么不可以 注本中更加提到 要修成先道就要信道首戒 所以《想二柱》不单只是一部注本 更加是一部早期道教信徒的份本 老子在《道德经》中用了很多篇幅去展述道 当中提到道是宇宙的本源 万物都是由道所生化 而《想二柱》就将道施了神明 道即是一 而一即是太上老君 冬学末年 张道宁开始混由名山大村尋访先道 后来更加在龙虎山住了下来修炼丹术 终于练成十粒仙丹 之后再得到太上老君 传授了正一蒙威之道 要他交化世人 而张道宁就以这一套道法立教 创立了正一蒙威道 因此正一道奉太上老君为最高尊神 《想二柱》强调信众要信道首戒 而清静就是种种戒律的其中一个重点思想 所以在《想二柱》当中多次提到清静 怎样可以做到清静呢 就是要去除富贵尊荣和贪图享乐的心 功和名都是违背道戒 富贵、钱财、尊荣、就连美食都是不合于道 《想二柱》提醒信众 修道就是要去除心中的恶念 以求达到清静行善积德 这样才能够与道相近 在《想二柱》里面 道不单只是预济的本源 道在人间是有意志 会主善佛恶 能够观见世间的动态 老子《想二柱》 对早期道教信徒来说 就好像一部学道修道的手冊 里面清楚指出道教所信奉的是什么 道教的教义是什么 有什么应该做 有什么不应该做 从而达到修道的目标 长生成先 所以出于唐代之前的 《传授经界而注决》 就列举了道士应该重习的十卷经书 其中第五、第六卷 就是《想二柱》的上卷和下卷 不过可惜的是 唐代之后这部经书慢慢消失 仍未被收录去到明朝正统道状里面 直至清末才在东王莫高忽发现六朝时期 老子杜经《想二柱》的写本残卷 而这套残卷现时收藏在大英博物馆之内 这套残卷只有三十五篇成为了研究 正一道最原始最宝贵的材料 因为圆卷的经文和注是连在一起写的 加上它的次序 与我们现时所读到的道德经次第 分注章数都有所不同 所以比较难越南 如果大家有兴趣 看看这一部消失在人间一千年的 《道教重要经典》 可以阅读著名学者姚中仪教授的著作 《老子想二柱教证》 应该会较为便利 今集就和大家分享过《老子想二柱》 不知还有什么道教经典或话题 大家有兴趣知道更多呢? 不妨留言给我们 让我们可以和大家分享更多 以后大家想支持《道通天地》的 营运开支 就多了一个方法 当然 你们都可以继续以 邮寄支票和银行入数的形式 继续支持我们 《道通天地》 邀请你和我们一同 共云大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